什么呀?吃蛋糕也是减肥吗? 大家好 我是Mira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开箱的就是 减肥蛋糕 对呀 你没听错 吃蛋糕也可以减肥 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 都是非常喜欢吃蛋糕的 我是超级无敌爆爱 喜欢吃这些面粉类的制品 面包就算我一日三滩吃 我都不会觉得嫌 而蛋糕 我觉得吃蛋糕 简直就是超级幸福的一件事 但是无奈 我最近又重新开始减肥 但是这次我就不再和人比赛了 这次就是自己和自己的比赛 这次我就是想很健康地慢慢瘦下去 因为我是很喜欢吃蛋糕的人 所以我就上网去搜索 究竟减肥的时候吃什么蛋糕 是没问题的 谁知道就让我看到 他减肥蛋糕 他这个是protein cake 就是蛋白质蛋糕 它是朱古力蛋糕 它的成分是有 鸡蛋 可可粉 牛奶 蛋白粉 杏仁 和朱古力粒 它只用了6个材料去做这个蛋糕 它这个蛋糕是特别给一些减肥肥的人吃的 因为它完全没有加任何面粉类 我真的觉得很神奇 竟然连减肥蛋糕都有 我买回来之后 它说放入冰箱好吃点 所以我就把它放入冰箱 我刚刚在冰箱拿出来放了大约10分钟 让它变回室温 所以有点水 我现在来开箱了 看它的样子很正常 它是海绵质的蛋糕 上面有朱古力粒 还有杏仁片 好香啊 但其实我不应该期待这么多 因为它始终是减肥食品 正常一般来说的减肥食品 是不好吃的 它好生怨啊 它吃下去的质地跟蛋糕完全一样 我没说废话 它的味道比我想象了好很多 我本身以为会是很干真真 没有味道 但是它挺好吃的 鼻蛋也觉得很好吃 它令我意上不到的是 它竟然有很重的朱古力味 可以不可以的 减肥食这个 不过其实吃下去 跟你在外面吃到的奶油蛋糕 是有分别的 因为蛋糕始终加了很多奶油 很多牛油 很多糖 奶去做 相对来说 这个是干身一点的 吃下去的质地有点像 如果大家有吃过用蛋白做的蛋糕的话 就会明白是有点干燥燥的 如果你把它和外面店卖的蛋糕给的话 它一定会输了九条街 但是我觉得它作为一个减肥食品来说 它是很好吃的减肥食品 不觉得它这么贵 它一个都不便宜的 它是一套套套的 我发觉刚才有点看少了蛋糕 因为现在吃完之后觉得都饱的 我觉得配一般牛奶或者配苹果香椒 一些生果来吃的话 就会非常之有饱肚感 这个蛋糕10分内就给它8分 因为它味道是我意料之外 第二就是它饱肚感非常之足够 第三就是因为这个蛋糕是没有绵份 因为在减肥的时候 我不知道其他国家都是这样 还是韩国是这样 韩国是很推崇 减肥的时候不吃面粉 所以这个蛋糕没有面粉之外 有很多蛋白质 我觉得是非常之适合我现在减肥的身体 这个蛋糕包装是蓝色的 其实我上网看过有另外一只 第二间公司出的 它是粉红色包装 但我看过里面的成分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吃完这个之后 我就会去试粉红色的 看看它们的味道 饱肚感 各样看看哪个会好些 但这个蛋糕暂时只限韩国国内配送 所以如果你像我这样 又住在韩国 又是减肥 又是很喜欢吃蛋糕的话 那我建议你一定要试 这个减肥蛋糕 真的没得到 那好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帮我按个like支持我 还有记得分享 想买给你们的减肥中的朋友看 Follow我Instagram和Facebook 就可以知道我的最新动态了 记得走之前 按这个订阅锡 以后我一有新片的话 就不拍错了 那我们在下条片段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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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